陈水扁前总统现在已经走出电梯了 打算要从这个地方步行将近50公尺的路程 前往特征组 而且在特征组的门口 他将会发表谈话 这是目前的规划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扁办楼下的门口 在这里等他的包括了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黄庆林等支持者 在这里帮他加油打气 现在是国安特勤的人员 陈水扁逐渐的走出扁办所在的 这栋管前路的大楼 现在即将走到马路上 跟现场的支持者 声援者 一起步行到特征组的门口 我们看到现场最新的情景 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您所看到的话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您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呢 就是陈前总统 他是带着微笑 并且是打射黄色的领带 跟党内的同事握手之后呢 是已经步出了扁办 并且呢 在近百名的民进党员的 这些民众支持之下 是快步的走到大马路上 目前正准备要穿过这个巨马的部分 不过由于这边有警方非常多 再加上支持民众非常多 还有支持的民众 所以造成现在这边交通 是有点阻塞的状况 民众过不去 媒体也进不去 而且警方是阻挡了群众过去 因为整个都炸起了巨马 不过现在呢 刚刚通过了巨马 已经还在大马路上走 预计在三到五分钟 应该就可以走到特征组的大门口了 不过呢 由于呢 警方现在跟民进党的党员 是稍微有一点冲突 因为民进党的支持 党员以及这些民众 也想要穿过这个巨马 来为陈前总统来加油 不过呢 他们目前呢 都被挡在巨马前面 被警方给挡了下来 他们现在是有点不满 并且在跟警方来抗议 不过呢 目前警方好像有打算 要放他们过去的样子 不过实际上呢 陈前总统还是继续的往前走 目前呢 已经走到一半了 预计在三到五分钟 应该就可以走到特征组的门口了 而这些总统呢 他今天呢 是在大约八点多的时候 就从宝莱花园的住家出发 并且在九点钟的时候 就抵达了陈水扁的办公室 并且在稍作休息 大约三十分钟之后 在九点半的时候呢 是坐着电梯 打着黄色的领带 并且是脸上带着笑容 跟党内的同志稍微握手之后 在群众的欢迎之下 是快步的往特征组的方向前进 而这个距离呢 大约有五十公尺的距离 他目前呢 已经接近特征组 大概在走两分钟左右 就会抵达特征组了 我们先把时间 交还给彭联主播 好的我们看到呢 陈水扁现在是在管前路上 从扁半到特征组的路上 现场这个手牵手的 我们可以看到是警察 在手牵手的维护秩序 而现场也有很多 民进党的立委呢 陪着陈水扁走这一段 短短五十公尺的路程 而且拿着这个 公平审判的这个标语 希望今天呢 这一个特征组 对于陈水扁的约谈呢 能够公平审判 不过呢 今天陈水扁将行使监末权 就是所有检察官的问题 他都不回答 如果在都不回答的状况之下 检方会不会因此 采出强制的手段 就是陈水扁昨天所预言的 积压会不会成真 大家都很好奇 我们来看特征组 这一边现场最新的状况 连线给记者吴家慧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呢 陈水扁呢 现在已经是走到 特征组的大门口正对面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维安人员是手牵着手 护着他 那么以及呢 其他的这个支持者 是拿着公平审判的牌子 就围在这个陈水扁的旁边 那么他现在也呢 已经是即将到这个 特征组的大门口 那么预计呢 是会来做一个简短的说明 那么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相互的支持者相当的多 那么这一路走过来呢 其实路上还算顺畅 因为呢 所有的警方可以说是出动相当多的人 那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 所有在阿扁最近的 在他陈水扁身边的这个白色衣服 以及黑色衣服的人呢 都是所谓的国安的这个维安的人员 那么另外呢 包括了他的支持者呢 也是在旁边 这是一路的跟随着他 那么从沿路走过来呢 是喊这个阿扁加油的声音不断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零星的听到一些呛阿扁的一个声音 那么目前呢 这个陈水扁呢 是正准备来走上这个 帮他准备的一个发言台 那预计呢 是会在这边来做一个说明之后呢 才会从这个大门来进到特征组里面来接受约谈 好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这个陈水扁呢 现在已经准备要来说明了 现在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 各位 乡亲是大夫人兄姐 各位记者如此新鲜 大家厨早 大家好 太阁安座太阁好 今天感觉真好笑 为了我国人 要来特征职 开庭 硬性 竟然要麻烦家人一人 这么大的阵仗 陈引领的事件 阴见不远 台灣人民的聲音絕對不是用鎮暴警察這麼大的陣仗 用劇碼就可以來阻隔的 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丹水扁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討好的建範 也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 他們要來走向統治治路頂管最大小的酒頭 這次藍婚禮來到台灣很不舒服 後來北京之後竟然收起 所以馬英九為了向中國交代 竟然與共產黨合手 要把阿扁抓起來作為平息 中國中南海這一些高層 他們怒氣的忌平 阿扁非常榮幸也非常驕傲 能夠扮演這樣的角色 今天我就要進去 我要進到台灣的巴士第一 那是二十二年前我曾經待過的地方 在那裡 可以關我的身體 但是不可能關我的心 阿扁的心 永遠到2300萬台灣人民 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巴士第一 更用更堅固 有一天 一定會去給人家看 台灣的民主自由 台灣的出款土地 阿扁 不是巴士第一 所能夠禁錮的 一定會開花 一定會結束 阿扁要 呼籲大家 我絕對不會悲觀 我絕對會在那裡 我絕對會在那裡 用我悠閒的 穿我 悠閒的 悠閒的寫名 要跟大家 繼續來打拼 台灣中國一平一國 這是我們 永遠的目標 要讓台灣 成為一個新高 土地的國家 這也是 我們 不便的 信仰 我們一定會成功 最後 我要向大家 共同來面對 台灣加油 台灣人民萬歲 台灣民主萬歲 台灣 土地萬歲 謝謝大家 再見 ‍ 好 我們看到 這一個是 陳雪扁在特徵組前 簡短的發表 談話 主要還是訴求 他這下子是要進去 會被關了 他还说陈水扁是国民党跟共产党 两党的头号战犯 是两党统一之路的大石头 陈玉玲在台湾不爽 回到北京更生气 所以马总统必须向中国交态 跟共产党合手 要把陈水扁抓起来 仍然是这个政治语言跟政治诉求 在进入特征组征讯 陈水扁跟大家道再见 还谈了台湾独立万岁 他说台北看守所是巴士底监狱 总有一天会被台湾人民给攻破 现场我们也看到陪着陈水扁开这场记者会 还包括了民进党的立委 我们看到的是高志鹏 赖清德 以及邱毅莹等人 陪着陈水扁从扁半一路走到特征组 另外也陪着他开了这一场政治迫害的记者会 还有叶宜金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现场最新的状况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